大海的海浪 和太平洋的海浪 有什么差别吗 不知道耶 有什么差别吗 我觉得海浪都一样啊 有什么差别 当然有差别啊 大海的海浪很短 太平洋的海浪 有什么差别吗 海浪很长 你看海有多宽 海浪就有多长 有时候还会比房子还要高 那 还有什么差别吗 还有啊 最远的太平洋 有最深的深蓝色 是吗 你回来老师啊 老师怎么可能会骗你们呢 小姐的月光 望常常 望雨晨 你是大笨蛋 大笨蛋 老师 你为什么对得到海乱喊 我是把我的烦恼说可以 太平洋听啊 我的烦恼有多大我就喊得多大声 老师这样真的有用吗 太平洋听到我的烦恼 就会帮我解决啊 真的假的 换我 到底要念什么课啊 老爸 你好吗 真的有用吗 不知道耶 可是海玩舒服 选拳下好难啊 到底要念什么课啊 海玩 有没有舒服一点啊 有 老师你这很奇怪 有没有朋友破雨伞 下一次再跟我们讲破雨伞的故事 现在你们应该烦恼的是 升学的问题吧 对吗 原来你在骗我们说错我们的烦恼 不是 啥而不是呢 老师听见你们的烦恼 当然要帮你们解决啊 怎么会让他从旁边经过呢 哦 还是老师厉害 超级的月光 明映照在你的眼上 可是不再是 我看在你身上 至于国栋 你们现在在烦恼 要读什么学校吗 对啊 老师 你有什么建议 嗯 现在入学方式都改变了 学校也开始办理特色招生 你们应该要好好的 花时间去了解 那老师你可以帮我们再查查看吗 想要听你的意见 老师我也是 那我明天去问我的学姐 看看她能给我什么建议 哪一个学姐 就是台东女中的一位老师啊 上次到知语学校办理科学普悠玛营啊 科学普悠玛 哦 我想起来是哪一个老师了 那你可以顺便问问看她 什么时候再来办科学普悠玛吗 这次我也想参加 为了吸引你们这些小鬼头啊 一位老师还要带领他的学生做实验设计 例如冒泡的水 空气泡 减肥的瓶子啊 哦 所以他们的学生 要先跟着老师做科学实验 他们要统整趣味化学 然后分组做实验设计 最后分派到各个国中 担任各个闯关的关组 之后你们就可以来参加了 好好哦 那如果我也去读台东女中的话 是不是就可以跟着他们一起做科学实验 再回自己的国中当关组啊 是吗 老师 我还算喜欢冷冻空调科呢 科学比较好玩啊 冷冻空调 科学 好啦 不要再斗嘴了 科学营不只是研究科学 也要培养互助合作的精神 解决问题的能力 你们的问题啊 我明天通通一起请教一位老师 好吗 好 好 一位学姐 哇 超酷 真的是好久不见啊 好久不见 我今天有个特别想要问你的问题 是有关我辅导班的学生想要升学 因为他们想要问 有关台东区的高中职特色 不知道那里有没有比较详细的资料 哇 那里来得真是刚好 我今年啊有承办高中职均职化的工作 来吧 我们先去参观女中的理科实验室 学生正在准备科学营的材料呢 好 各位同学 所以我们今天呢要带大家做的实验呢 叫做蓝屏反应 哦 原来科学营的材料都是学生准备的吗 对啊 对啊 每次办理科学营活动 学生都必须依照老师订定的课程做好练习 准备活动材料 分配小组工作 要办一个科学营需要这么仔细的规划 难怪我的学生一直要我问你 你的科学普悠码什么时候还会再开过来 他们等不及报名了呢 学校下学期才会办理科学营普悠码活动 到各个国中的时间还会再做安排 哦 这样来说 如果你的科学普悠码像真的普悠码一样 开变整个台东 孩子们一定会很高兴 其实啊 各校的均职化计划 都会给国中生进行职业试探 每个学校都会与周边的国中合作办理 等一下 我正好要去其他高中 搜集均职化的成果资料 你要不要跟着我一起去看看啊 太好了 一会学姐 我们一起走吧 学校距离有点远 我们今天做八卦网洒网的动作 来 第一组邱逸琳 上去小心 啥 好 慢慢拉起来 有那个石斑 赶快 动作快一点 好 来 第二组准备 赶快一样拉起来 一样拉起来 叶老师 我刚刚看学生在操作八卦网时 我知道成功伤水跟水产试验所的设备是共享的 水产养殖的学生在上课时 会使用水试所的设备 让上课资源更丰富 除了这些努力 我们学校还拥有全台湾最大的养殖池 您猜一看这个养殖池有多大呢 我看这个养殖池 差不多三个篮球场这么大吧 不止喔 整个养殖池跟太平洋一样大 太平洋 学姐真的假的 是真的 我们这边的海水是从太平洋 直接抽取冰凉的海水来从事养殖 那我们的学生也都非常喜欢这样子的养殖方式 原来如此 太平洋就像是孩子们的水族箱 下去抓鱼 对 养殖手 小心手不要被刺到 对 然后抓上来之后 盖住他的头 除了技术合作 我们希望同学们的学习可以务实之用 像是帮鱼虾抽血 做基础研究 采取养殖池水做水质分析 所以我们的教学是非常重视食物经验的 没错 学习不能偏废 理论与食物并重 再找过去的学长姐回来经验分享 成效很不错呢 了解 所以我们的孩子想读书的 我们就让他继续升血 喜欢食物经验的我们就辅导他就业 所以我们还会带孩子们去参观鱼市场的拍卖 让他们了解生产的每一个环节 这边全部都是鬼头刀对不对 这个是我们台湾东部非常重要的经济的鱼种 那怎么分工鱼呢 这一只最明显有没有 这里头这里 四四方方的这就是工的看到没 然后你看前面这个有点半圆的就是母的 鱼市场的拍卖就是 试心学习的课程安排 养鱼的养鱼 行销的行销 让孩子们知道鱼业的分工 将来也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工作去做 老爸 你在台北好吗 哎呀 吐哭 真的是很不好意思 这么晚才吃饭 时间不好抓 没关系啦 学姐 在这边走走 看看渔船进进出出也不错啊 只是刚刚吃完鬼头刀 我想骑客服班的孩子 国栋对我说的话 老师 你知道吗 我爸跟你一样最喜欢吃鬼头刀 很可惜他在台北都吃不到 你不知道便利商店可以去低温宅配吗 我当然知道啊 你去低温宅配很贵 哎呀 不是说这个啦 我要说的是我爸觉得他在台北过得不快乐 因为他是台东的飞鱼 不能跟小孩子生活在一起 当然会很难过啊 比爸一定很想你 老师 你知道吗 从渔船捕捉到鬼头刀 开始冷冻 回到港口拍卖 记低温宅配 再送到老爸手上 每一步都需要冷冻 这代表什么意思啊 就是冷冻技术很重要啊 我爸说的到处都用得到 所以你才想要读冷冻空调科 没错 这样就可以跟爸爸一起住 一起工作 所以你现在了解关山的冷冻空调科 对啊 我想要帮助困在城里的飞鱼 我们就赶快出发吧 主任 杂志上说 关山工商的冷冻空调科 是东海岸最冷的科 培育出最热门的人才 是 没错 我们也是东海岸最强的 冷冻人才的培育库 毕业的学生如果想要就业 有证照的话 起薪还比一般大学生要高耶 冷冻人才库 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形容词耶 我们现在进行的课程 是灌冷煤的这个教学 那灌冷煤的注意事项呢 首先要记得在灌冷煤之前 要记得先做排气的动作 空气才会进到系统之中 我们现在先进行排气步骤 3 2 1 好 关 好 很好 报备灌冷煤 这一次我们的练习呢 是进行冷气室内外资之间 铜管的这个连接 在皮肤铜管的连接过程中 我们要注意 要先使用手 将螺帽先锁到底部 再使用扭力扳手来确实把它锁紧 老师如果锁不紧会这样 如果锁不紧的话 到时候我们冷煤做摊落的时候 就造成泄漏的现象 所以主任整个移花冬都缺人才的情况下 在地就学还可以在地就业 是这样吗 是 没错 现在花冬的职缺都非常的多 那tuku 你们家的飞鱼就可以回来台东了耶 才不是我们家的飞鱼 是果冬的飞鱼爸爸啦 哦 对齁 那谢谢主任的介绍 好 那你们继续看 我先去看学生的操作咯 好 一位学姐啊 果冬说他爸爸是在外面当学徒 然后才慢慢开始学习冷冻空调的技术 可是现在 果冬就不用离乡背景 当学徒学技术了 他只要就读观山工商 就可以在地就学就业 对他来说是一个很不错的发展的 嗯 没错 所以这几年推动均值化 发展在地特色课程 吸引国中生高中生留在本地就学 成效很好呢 那果冬的烦恼解决了 可是我看你怎么还是不太开心的样子 就是因为这一次我回来工作 我和我男朋友吵架 为什么吵架 因为他也是台东人啊 可是他却想要留在台北市看看 可是我觉得回来台东也是一个机会 我想啊 他应该也想回来发展 只是一下子 两个人都找新工作怕风险太大 所以才会犹豫 学姐怎么跟他讲的话一模一样 唉 说不定他已经想通了 只是不敢告诉你 想通了就要回来台东啊 虎鱼马都已经直达台东了 而且 而且 我动的肥鱼爸爸都要回来 对了对了 为什么你一直叫他破雨伞 因为我们都喜欢太平洋 我的网名是鬼头刀 他的网名叫做破雨伞 就是雨伞其余啦 我们都属于太平洋 陈玖瘤 陈玉 刚刚果洞说了他升学的目标 那你呢 嗯 之后我不想读离家太远的学校 因為我想要在部落當一名木雕師傅 可以繼承爺爺的技術 還可以順便照顧爺爺 木頭雕刻不是很辛苦 不會啊 我覺得木頭的香味很棒 而且我喜歡在上面刻一些部落的圖案 會很有成就感 難怪 上課的這裡都被你割得亂七八糟 真的是你刻的嗎 沒有啦 國東亂說的 我哪裡有亂講吧 就是你刻的 首先要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們的刀具 可以看到我們雕刻的作品當中 有的是平面的 那有的是無形的 老師 原來宮東的木工科不只塗料課程 最主要是家具木工喔 是啊 學校會舉辦木工營 然後聘請外面專業的老師來教學 像這個成品 是學生利用廢棄的材料 以及複合式的材料 來做特殊的創作 一會兒 你看這個櫃子 原來可以拉開耶 上面也可以放東西耶 那這個造型置物櫃也是用複合材料做的嗎 沒錯 學生是利用複合式的材料做成的 哇 原來結合複合式材料這麼有趣啊 好 今天很好 我們今天要來上這個 足以融入教學的課程 來請第一組的孩子來 我們給他鼓掌一下 好的 老師 我們給他鼓掌一下 就像一bone的簇子 老师,你把学生分为悲兰族,布农族,阿美族,台湾族,让他们去创作,他们真的能够用自己的族语写歌吗? 当然啦,我们的孩子的族语能力并不是这么好,不过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学校的教育,让族语跟国语能够结合,加上我们可以透过音乐,所以直接能够跟他的部落连结。 能做到这样真的很棒耶,因为要能结合文化、语言、创作,其实很不容易。 不过这个也需要一点时间啦。 嗯,没关系的,学生能有机会结合族语和音乐,去创作鼓调,欣赏鼓调和故事,已经是跨领域的教学特色了。 谢谢大家。 回夢前的地方 這次老師收集了很多資料 你們等一下可以回去看一下 也可以再回去給爸媽參考參考 如果我讀冷凍空調課 我就不用離開台東了 這樣我爸一定會贊成 真好 我還要跟我爺爺討論一下 他還不知道我要讀宮東的家具木工科 沒有關係 慢慢來 先有一個目標 考完在田志願都還來得及 你看 這裡還有幾間學校的資料可以參考 例如 台東高商 在電子商務跟科技運用課程上面很用心喔 還有 台東集中 有非常齊全的體育場 還有教練 好像不錯耶 那我回家也跟媽媽討論一下這些學校的特色 還有 還有 你們看 台東專科學校複色的高職部 有機器人培訓云 馴產保健科 一樣非常有趣和好玩 有機會也要去參加玩一下喔 還有 最遠的蘭嶼高中 也設計有達物組的特色課程喔 哇 原住民特色課程一定很精彩 所以啊 你們不要急 慢慢思考 好 老師 不說這些了 老師想要問你們一個問題 你們知道全世界最大的魚缸有多大嗎 不知道 一個體育館那麼大嗎 跟部落風雨操場一樣大嗎 是跟一個太平洋一樣大 我們要把魚養在太平洋裡 所以太平洋是我們的魚缸啊 你怎麼會在這裡 沒有 我剛剛到家啦 一定是你吧 我的祕密說給一會學學廳 太平洋 魚缸 老師 他是誰耶 其實我跟你的飛魚爸爸很像 是住在城裡的破魚傘 也就是魚傘騎魚 現在我決定回來工作了 什麼意思 哎呀 你傻啊 就是跟你爸爸一樣啊 他決定回台東工作了 對吧 你想通了 要回台東了 破魚傘 是啊 我想通了 我要太平洋一樣大的魚缸 才能自在的悠遊啊 不管是破魚傘還是鬼頭刀 都是很好的創作題材呢 那好 神洞鬼頭刀的工作又交給我了 為什麼大海的海浪 和太平洋的浪不一樣 大海的海浪比較小 短短的 太平洋的海浪很長 很長 海有多寬 海浪就有多長 有時候也很高 比房子還要高 阿拉伯瓦 阿拉伯瓦 我的不想 阿拉伯瓦 我想念你 演唱的我 你們是否 一起 阿拉伯瓦 阿拉伯瓦 往裡不想 阿拉伯瓦